武神主宰 第5814章 宋礼 作者 暗魔师 这一尊身影一走出来 天地间的大道之力便是剧烈起伏起来 宛若陷入了尸山血海 众人眼前仿佛看到了亿万大军厮杀一般 杀意冲天 骇人听闻 好一个天北王 这等杀意 在他手上究竟有多少条人命 众人倒吸冷气 一个个暗暗心惊 其他人见到这一刀 除了秦岳池外 都眸光闪烁 这一刀虎虎生风 威势惊人 的确是有几分功力 叫人心中生寒 但是赵夫人心中还不满意 他觉得 护卫出手的部位 太过保守 不应该只是对准秦晨的一个手臂 而应该是他的脑袋 即便如此 众人也仿佛看到了 秦晨浑身鲜血 痛苦求饶的画面了 但是 叮叮叮 预料中的场面并未发生 秦晨手中的长剑上 在刹那间 陡然抱起三道寒芒 接着金铁交割的声音响起 那护卫还没来得及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 只觉得眼前一花 掌心一麻 手中刀柄连连俱阵 战刀几乎拿捏不住 差点脱手而出 他连忙催动元气 这才死死握住了手中战刀 而后刚准备反击 下一瞬间 一柄寒光四溢的长剑 已经抵住了他的喉咙 冰冷的触感 仿佛死神的镰刀 控制着他的生命 令他浑身发寒 头皮发麻 宛若噩梦 身躯僵直不动 刹那间 周围众人都死死瞪大了自己的双眼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如果说先前那个护卫 是因为大义 才被秦晨得手的话 那么刚才这名护卫 已经全力出手 可结果依旧令人大吃一惊 就连那护卫 也实在是想不明白 只有人籍出气的秦晨 是如何挡住他的独龙土性 扛住他人籍后期的修为 并占据上风的 这个小畜生 竟然赵夫人目光一寒 也是大吃一惊 脱口出道 秦晨 你好大的胆子 还不把剑放下 他怒目圆睁 威风凛凛 这个时候 依旧有秦家主母的威风 放下 秦晨咧嘴一笑 就见他眼中射出一道冷力的光芒 手中长剑猛的一压 而后一辣 陈少爷 不要 那护卫剑状心下一寒 急忙开口求饶 却已经来不及了 破 一股热血像是喷泉 从他脖梗中 喷溅而出 远远地洒了一地 身体 无力地跌倒在地 想杀我 还想我饶了他 秦晨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看在人眼里 却让众人遍体生寒 如同恶魔一般 一时间 一时间整个秦府鸦雀无声 还有你 秦晨转头看向赵启瑞 眼睛微微眯起 如同盯住了猎物的恶狼 冷冷道 你若是再敢打我娘亲主意 小心我会忍不住杀了你 赵启瑞脸上顿时露出愤怒之意 刚准备发怒 可看到秦晨的眼神后 一股寒气 从他脚底莫名升起 脸色发白 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他看向赵夫人 冷哼道 赵夫人 这就是你所说的商议好了 赵夫人急忙解释道 齐王爷 这里面有误会 你等我给你解释 紧接着 他死死地盯着秦晨 气得浑身发抖 头上发簪不住颤动 指着秦晨道 好 好 小畜生 你有胆了 竟连齐王爷也敢威胁 他目光凶狠地犹如毒蛇 猛地转头看向身后 屋外许多听闻动静 赶来看热闹的奴仆下人 都吓得一缩脖子 悄悄退后了几步 最终 他将目光落在了一名 始终跟随 在他身后的老者身上 愿读道 秦勇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给我将这小畜生拿下了 是 夫人 那叫秦勇的老者应答一声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此人身穿幽蓝色长袍 双手缩在宽大的衣袖后面 目光冷漠 却带着一丝阴冷之气 先前一直冷冷地 看着屋中的情况 表情始终没有一丝变化 此时他走出来之后 众人的目光 才落在了他的身上 所有人的瞳孔都是一缩 包括秦晨也一样 从此人身上 他感受到一股 极其危险的气息 地级高手 秦晨心中沉生到 眸光前所未有的冷力 陈少爷 你过分了 老奴不想和你动手 陈少爷还是束手就擒 乖乖听从夫人的发落吧 秦勇淡淡说道 两只没有感情的眼珠 冷冷盯着秦晨 秦晨面色不变 冷冷一笑 想让我束手就擒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地级高手而已 如果拼死一搏 并非没有抵挡之力 秦勇眉头一皱 道 既然如此 那么老奴就僭越了 话音落下 秦勇身形顿时如一只苍蝇 瞬间扑出 刹那间 一股可怕的进风 席卷整个屋子 秦勇双手成爪 瞬间抓向秦晨 这一击 比之前两个护卫 强了何止数倍 强烈的气息 镇压的秦晨呼吸困难 浑身骨骼搁之作响 秦勇 你敢动诚一下试试 始终关注着 儿子状况的秦月池 这时猛地冲了出来 拦在了秦晨面前 而秦晨 身形一晃 又直见 将秦月池拦在了身后 他眸光森冷 只等秦勇的手爪落下 便要抱起而动 地级的舞者虽强 但他自诩 对方在击中自己的时候 自己也能一举将其击杀 眼看 秦勇的手爪 离他只剩下数尺 便在这时 一道洪亮的声音 突然从屋外传来 震得人耳膜声疼 都给我助手 一个身穿紧袍 脚踏紫云靴 腰记三指 金边蟒带的中年男子 龙行虎步般走入屋中 秦勇的手爪 在秦晨头顶一尺处 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而后急忙闪到一边 恭敬弯腰 侯爷 屋子中众人 无不恭身行礼 恭敬开口 来人正是秦晨的舅舅 安平后秦远洪 赵夫人急忙来到秦远洪身边 气急败坏道 侯爷 你来得正好 今天这小畜生 简直反了天了 不但杀了两个护卫 还敢威胁齐王爷 今天若不弘扬一下家法 某些人恐怕都要上天了 够了 秦远洪冷喝一声 脸色阴沉 道 你还嫌闹得不够吗 什么 赵夫人一震 两只小眼珠子瞪得滚圆 盯着秦远洪道 侯爷 可不是我要闹事 是这小畜生 秦远洪怒吓一声 道 闭嘴 小畜生 小畜生 这就是你身为秦家主母的怡荣吗 他是你外甥 他要是小畜生 那咱们秦家是什么 赵夫人脸色胀红 气得浑身颤抖 还想反驳 可看到秦远洪那阴沉似水的面孔 顿时将想说的话又憋了回去 其他下人见家主震怒 一个个都连跪在地上 脸色煞白 静若寒蝉 本章完